在蔡英文第一任其他上任的时候 各个媒体 尤其这个媒体的民调 不管你会认为 他是偏蓝还是偏绿的民调 他的这个支持度都有六成以上 当时他的六成以上 所以当你第一任 在你当选的时候 其实台湾绝大部分的老百姓 对你是有期待的 也是支持的 可是为什么后来蔡英文的民调 一度跌得非常非常的低 然后是靠着这个所谓的反送中 抗中反中 然后重新赢得政权 那所以我记得他的这个 他的国际记者会 第一个发问的BBC的记者就说 你要不要谢谢习大大 就说因为你的选举 就是在操弄一个这个中国因素 一个好像强大 好像可怕的一个大恐龙的因素 而使得你能胜选 好那回过头来 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蔡英文你要 以后有人给你设立一个同项的时候 你会留下什么样的历史定位 我觉得这个真的对蔡英文来讲 是大灾问 我刚讲在第一任的时候 我超过六成的老百姓是支持你 但我不晓得现在 我认为现在也是有很多的民众 愿意支持他 因为给他的机会 但是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忘记你在第一任的时候 在至少在内政的部分 真的很多荒腔走板 比如说卡管 完全不重视校园的自主 践踏了校园自主 比如说你放任民进党的派系 在分赃酬拥用 这个国家不是你家 国家也不是民进党的家 国家更不是派系的家 这个部分事实上 我希望到了蔡英文到第二任的任期 他能不能够做大刀阔斧的改革 Perché没想到 这次不能够做大刀队的